掀起了一股巨浪,毕竟,卢汉的粉丝数量是惊人的,然后,杨天镇再次确认的消息在朋友圈,卢汉爱的祝福,按戳戳点名乖小童啊。 自从2014年10月10日,由于公司无法提供未来的发展计划,身体处于高强度工作和压力出现疾病等原因,卢汉与SM的合同申请无效,回国后,卢汉已宇阳天镇。 卢汉发展回国后和其他三个相比是如此顺利,参加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的拍摄,人民的欢迎,不可从杨天镇和一颗新娱乐的帮助下分离。 不过卢汉对家庭恋情的计划让人意想不到,婚姻的愿景不像一个小肉食,与关小童的公开恋情,据说卢汉自己公布的浪漫让杨天镇很生气。 卢汉现在打开中指消息难免让人们的梦想,更多人指责关小童的责任,如果卢汉不爱开放的普及现在更好。 此外,杨天镇的祝福有金钱的爱,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酸,它是一个真正的祝福,网友们觉得与关小童有一定关系。 卢汉早在去年十月开了女朋友,和经纪人杨天镇在去年九月对卢汉的作品,没有任何宣传和动态,一个国家的官方娱乐也是如此。 有网友猜测,因为公众喜欢卢汉他吵糊了,杨天镇还打算放弃陆寒。 近年来,卢汉本身没有什么发展,你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名利和地位的卢汉现在仍在出流元代,2017,他与关小童的爱情自杀了,导致大量以前卢汉在跑迪丽热巴CP组圈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已经从。 现在这种情况,卢汉自己已经最后的杀手锏,但是能不能有新的实力经纪人在帮陆寒操盘,恐怕还得要借助乖小童的人脉资源来相助一把,可以说卢汉已经对女人。 但仍有很多卢汉的忠实的球迷,卢汉的选择是支持。 根据常识,一个金牌经纪人,应该是前方的路更加顺畅的陆寒,那为什么陆寒解约了呢? 这要从陆寒从离开SM回国以后的发展来说,自四年中只没有什么纳得出手的作品。 在卢汉和SM,四年来,只有两个主要作品,其他字符与行走没有太大区别,与张艺兴和吴一番相比,不仅有微小的差异,而且有不确定性。 陆寒经纪人杨天真在营销方面为陆寒打下一定的口碑,但是一个没有什么代表作品的偶像绝对是一个致命的问题,就像如今的范冰冰虽然已经成了当之无愧的一线大咖,但是因为没有代表作品一直饱受争议。 军军认为,现在陆寒选择独立出来自立门户,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伙伴,这对他的事业和资源会很受打击,而在娱乐圈想要长久的有人气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本身的作品,光靠颜值会对人气有很大的消耗,大家认为陆寒还能红多久,军军在评论区等你。